海運業的老大哥長榮今天也召開了股東會 哇 現場又再度是大排長榮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有將近700名的股東出席 他們要搶領今年的股東會紀念品 這是保溫隨行碑 而在惠州市拍板通過說 今年的現金鼓勵要發70塊錢 但是現場還是有很多小股民說不太滿意 但是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因為你要看看萬海也是今天股東會 他們的現金鼓勵只有5塊 真的被抱怨說實在太少了 但是董作就說要等市場穩定再考慮蒸發 常常排隊人榮從地下室蔓延到地上一樓 統統為了領著印有長榮evergreen字樣的 保溫隨行碑紀念品 海運老大哥長榮人氣不減 股東會照樣有上百位水手整場作物虛席 會中排版通過今年每股配息70元 但還是有些人不太滿意 不見得每一年都有賺錢 那會公司是不是有採平均鼓勵的政策 本益比不到一倍 台灣第一淨值261塊 現在才150幾塊 過半數發言小股東都對長榮 目前本益比股價很有意見 希望公司寄出庫藏股等實際行動 尤其為分配盈餘還有兩千多億 賬上現金近四千億 但長榮回應公司會以發鼓勵為主 強調有賺錢定不會虧待股東 重資產的產業景氣的好壞 還有這個周期的長短 確實是很難去預估的了 我們才會有一些保留營運作為營運 所以目前並沒有附上府的規劃 畢竟海運事況還沒脫離險境 雖然歐美通膨明顯放緩 全球央行升息漸入尾聲 但長榮說關鍵變數還是要看 二屋戰爭越早結束景氣才能越早復蘇 第二季呢 已經感受到比第一季來的好 貨量的部分 但是價錢的部分呢 大概九百到一千之間在起起伏伏了 沒有沒有比之前的低點更低了 繼續不結束的話 我相信情況會更糟 不過萬海小股東們心情可能更差 因為同天召開股東會 通過今年配息 現金鼓勵真的只有五元 董事長陳柏廷說 要等待市場穩定後 才會評估增發鼓勵 看來學手們只能安慰自己 海運鼓勵發放 真的是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 東森財經新聞 克黃明葉子晶 台北報導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